从空拍画面看到延长的海岸线 碧绿的海水 这里是锅拉雪兰额 仁密斯海边 可是镜头拉近地看 岸边出现的却是烟地 塑料袋等人类制造的垃圾 马来西亚刺激巴生之会亲自搬与此少 这一天要来进餐 体会环保生火化的重要性 不要乱进来 只有可能乱要些东西 后来我放在鼠包不要那么丢 做环保要全部人一起做 一个人也是做不完的 就是希望说在生活当中 其实无形当中所有垃圾都是我们所造成的 就从这一个部分开始卧食 可能环保会做得更适合 感觉到自己是做好事 帮忙地球 来到海边不是为了玩乐 孩子认真弯腰捡垃圾 发现大部分的垃圾不能回收 然后你们刚捡了什么东西 源头很多 还要花生的壳 静灘守护地球还可以增进亲子互动 父母孩子共同成长 的确是发现是比较不是这么干净 这也是一个机会来教导小朋友们 小菩萨们 为什么我们要做环保 我留了馒头 它让大家有一个干净的地方 汉水下志工努力净摊 却无法一次有效将人类 长期制造的垃圾整理干净 我有重视日常环保行为 才是根治的最好办法 在新闻真正美智沟马来西亚综合报导 在新闻真正美智沟马来西亚维修 在新闻真正美智沟马来西亚维修 在新闻真正美智沟马来西亚维修